在现场的温度是不到50度 在摄氏恐怕不到10度的情况下 热身恐怕也需要一段时间 还是两好三坏的满球术 这球依旧是三垒变现界外的飞球 有没有机会呢 有接到吗 但是被观众 哇 这个球没事的路非常生气 如果观众不去碰的话 他是可以接到这个球的 再来看一遍 你看观众伸手去接这个球 先碰到这个球 随时路眼看这个球要掉进手套 但是没能接到 哇 现在任何一个出局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小熊对这些球员来说 当然他希望这些球迷们也能够给他们一点帮忙 但是球迷是忍不住的 当有机会能够接到这个球的时候 他们还是想要去接这个球的 结果变成四外球保送 而且球滚到后面 二类上的跑者上三类 原本有机会被摩西斯拉路接到的这个飞球 没能接到 结果投出四外就保送 哇 这个差别太大了 现在一三类要跑着这 一出局 而且一帮拉瑞格要上来打击 小熊队这个时候要不要叫个暂停呢 那这一区里面的小熊队的观众 会不会受到全场其他小熊队的球迷唾弃呢 如果因为这一次造成没接到 你也看得出来啊 这个Mark Pryer说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说是球迷干扰接球 裁判可以判定因为干扰而判接杀 但是这是你自己的主场 自己的球迷 而且这个球并没有那么明显 是在这个球场之内 你会感觉到就在这个边缘上面 所以裁判并没有判观众的Interference 所以使得接着下来 Mark Pryer投出了四外就保送 而且保送的最后球也是一个Wire Pitch 就是穿这个戴着Tops蓝色帽子的 这一名球迷啊 率先碰到这个球 哇 最可怕的 马林医队打着Ralvigas上场 这球打击出去三连边线 凭飞界外 是一个好球 哇 差一点点是个湿头球 对一般Ralvigas来说 任何一球啊 他都是不愿意错过的 他代表就是Tie Run追评分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第三连有跑了一个 脚绳都是非常快 但现在没什么倒垒的必要 挥棒落空 两好球没有坏球 我们记得在Gang1第一场比赛 当小熊队第一局 就取得了4比0领先之后 到了三局上半 就是靠着伊邦Ralvigas 在两名跑者在里包上的情况下 打出那个三分打点全力打 带动马林医队的攻势 这球打击出去 左边方的飞球落地又是安打 伊邦Ralvigas又来了 一连的跑者上二类 Ralvigas又带着一分打点 使得马林医队终于打破了林旦 现在1比3 只落后给小熊队两分了 从一出局之后 接连三名打者上来 都上了 两只安打加一个保重 这个球掉得不够低 在膝盖附近的高度 硬是被伊邦Ralvigas给追到 形成了左边方向落地 接接实实的安打 他在季后赛的第15分的打点 也是在这个系列战的第10分的打点 Miguel Cabrera现在上来打击 打成了个游击区滚地球 艾尔现在又发生了失误 艾尔斯·庚扎勒又发生失误 所以使得Everybody Safe 现在变成满垒的状况 尤其是在二垒代表追平分的 伊邦Ralvigas 他已经站上得分位置了 这个球 内野了一个高弹跳 至少要传二垒完成这个封杀 甚至可以尝试双杀 但没想到 艾尔斯·庚扎勒根本没有把这个球 接到手套里去 当越接近胜利的时候是越紧张的 场边的小同队的球迷脸上 也可以看得出了有些忧虑 Derek Lee现在上场打击 满垒一出局 前面三次打击 没有安打 还被三振过一次 打击出去 左边旁洛迪斯给安打了 现在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 其中二垒上的跑者通过三垒也要回来得分 双方现在战成了三比三平手了 而打者Derek Lee则上到了得分位置的二垒 现在Derek Lee则终于被逼着上来 恐怕要换投手了 但这个时候换投手是不是已经晚了一点呢 Mark Crier总共投了118个球